接下来我们来看美中之间 美中之间的除了武器的较劲之外 他们现在已经进到电脑化 所以他们开发一个新软体 可以预测这个挺台 然后中国抓狂反应 这什么软体这么厉害 对 这个软体开发出来之后 我觉得我也要失业了 为什么呢 我有一个小小的专业叫做兵器推演 兵器推演的目的在哪里呢 就是预测对手的反应 透过想定也就是剧本的拟定 角色的扮演 比如说呢 我的老师跟我自己 最常就扮演什么 非常柔幸 扮演老共 为什么 我们研究中国的嘛 你只要不扮演990 我都没意见 有网友叫我扮成玉珍 我很生气 不用扮了 借我这个假法就可以了 你终于承认了 回到主题 回到主题 对 本来一个最大有趣的地方是说 我们说中国是黑箱作业嘛 因为他的决策是不透明的 所以他的行为模式很难预测 所以本来就要借重 所谓的中国专家 中国通 想办法去了解 他的行为模式嘛 可是现阶段有个很重要的地方 是什么呢 正因为中国的官方 他的政治时程啊 是可以被预测的 我最喜欢讲说 年底的时候开中央委员会议 然后呢 12月份的时候开中央工作会议 年初的时候呢 开呢 两会 然后年终的时候呢 开所谓的北戴会议 政治时程是很固定的 那接下来呢 官方讲话的频率 过去我们就能做这样的研究哦 透过文献谈话所出现的 哪些字眼的频率 就可以预测他到底想要干什么 过去这是土法炼钢 但后来呢 可以跑所谓的SPSS 多变量分析 所以呢 现在最新是什么呢 把词汇时程 跟所有决策的行为模式的变数 用超级电脑去做演算 其实这东西不难啊 我所认识的张荣峰 前国安会的副秘书长 居然把这一套呢 放在2014年 柯文哲的选举 来赢的选举 他就成功地预测出呢 对手会怎么样 因为那时候他协助柯文哲的市长 他预测出来说呢 蔡振元一定会出什么招 在什么情境之下 会有什么反应 一场选战都可以做上魔力的 超级大国的资源 跟超级电脑 一定有办法演算 或是归纳出来行为的反应模式 所以呢 这些东西十年前就有了 只是现在呢 结合了大数据 结合了统计的多变量分析 或是阿罗马分析 却可以做得呢 更详细 只是呢 美国啊 基本上 这样的科技技术啊 让中国会觉得 非常非常的难堪 什么 我的行为模式都被你抓到了 或是说呢 今天呢 美国一个重大政策 推出来之后 或是台湾呢 蔡总统呢 比如说有这个 国境讲话四个绝部嘛 老共会有什么反应 运筹帷幄 OK 全部呢 都掌握在呢 超级电脑的脑袋之中 电脑厉害 还是人的 还是人脑厉害 美国都做了一个最简单的示范 除了电脑之外 美军最近 试射了一个很可怕的武器 雷射武器 而且他成功击射 击毁无人机跟击射无人船 这摆明就是对着老共去的嘛 对 因为老共在发散 所谓的极音速飞弹 也就是呢 老共的军事现代化 推成初心 但是呢 美国始终告诉呢 俄罗斯跟中国一件事情 现代化的战争的内容 跟科技武器的信实 谁来定义 我来定义 简单来讲 波湾战争的时候呢 美国打了一场新形态的战争 让这些呢 极权国家匹匹刀 所以他们才要发展 所谓的超线战 不对称的战力嘛 这不对称战力跟超线战 是老共提出来 因应美国的 前阵子我在94号科书 告诉大家说呢 美国示范什么 谁告诉你运输机呀 只能做后勤扶起 运输机挂上呢 这个弹架跟挂栏 也可以呢 变成是轰炸机 谁告诉你呢 海军陆战队啊 是用来抢单登陆的 不对 那是传统啊 海军第二陆军的想法 现在陆战队呢 可以超前募主 而且陆战队呢 准备把传统的火炮啊 统统都废除掉了 因为现在有雷射武器 现在呢 有所谓的飞弹嘛 然后呢 为什么要发展这个呢 雷射武器呢 各位雷射武器啊 你可能想是科幻小说了 要变成实战最大的难度 在哪里呢 你想想看到一条船 要能够搭载雷射武器 就是把一个小型的发电厂 要放在船上 因为呢 雷射武器需要 在最短时间之内呢 拥有高功率的这个电力的输出 所以说呢 你是把一个发电厂 放在一架飞机上 放在一条船上 所以它的难度很高 美国呢 终于从实验室呢 走向所谓的商船 又把它运用在武器上 那这边有几个梗 为什么是在雅丁湾 其实啊 巷装武器意在配工呢 因为我们知道雅丁湾 什么出没最多 海盗 海盗跟无人船嘛 专门去掠夺商船 然后呢 掳人勒船 叫船东付钱嘛 而且呢 叶门的叛军叫胡塞阵营 他拥有全世界最精英的 最进步的无人船 所以说呢 美国在这地方呢 与其说 我好像是要给胡塞叛军看 把你无人船集成 其实老共很清楚 我刚才说 巷装武器意在配工 各位都知道 老共有所谓的 认知作战 或是呢 灰色地带作战 有所谓的小男男 对不对 在南海啦 或是说在东海啊 透过呢 海侧船啊 万船齐发啊 这些东西呢 制造周边国家的紧张 拥有这个东西的好处在哪里 只要我克服技术之后 我可以短时间之内 连续性的齐发 飞弹还有它的周期 还有呢 搭载的这个呢 数量 这个无限大 只要维持它电力的输出 我要射多少次 就有办法射 发射多少次 而且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呢 命急多目标的 同时呢 把它打掉 所以你想想看 这个对中国的 所谓的灰色作战来讲 是不是一个重大的 灰色的效果 所以你看啊 刚才我们所讲 美国预测中国行为模式 我可以看到你的大脑在想什么 接下来呢 你现在的这个动手动脚 你的手脚有什么动作呢 我又有最新的方法 斩断你的手脚 让你没办法施展你所有功夫 所以呢 这是美国呢 基本上做的最大示范 结论是什么 我最喜欢讲啊 昨天美国国会啊 公布了所谓的 2022年财政年度的 国防授权法案的内容 端出了7000多亿的美元 然后呢 70亿美元跟台湾有关 告诉大家 也要协助台湾发展什么 不对称的战力 还有点最重要哦 从这个法案通过之后 从2022年到2027年 美国国防部长 每一年要向国会提出 台湾防卫能力的评估报告 第一份报告 什么时候要提出来 180天之后 所以呢 美国这么多的动作 是为了什么 当然是为了 他的国家利益 谁在破坏 美国的国家利益 跟美国民邦的国家 美国盟邦的国家利益 还有谁 就是中共了